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些很离谱的剔除掉 然后拿出真正有参考价值的民调结果 加加减减来确定谁证谁负 谁是未免者谁屈居负手 双方同意如果超过统计误差 由胜者得一点 也就是说假设 假设柯文哲赢侯友谊五个百分点 那就是柯文哲赢一点 或是六个百分点 就超过政府误差范围之内 如果在统计误差范围之内 也就是说假设柯文哲只赢侯友谊一个百分点 那还是算侯友谊赢 大家来看 那有三份民调 内参民调 民众党可以提一份 国民党提一份内参民调 专家检视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样子的一个 这个检视的结果 算一份 那误差范围之内 侯友谊担任重的 乍看之下 好像侯友谊 比较占便宜 可是就把政党实力的部分 也计算进去了 观众朋友 柯文哲被他的支持者认为 你退让了 你被迫妥协了 所以陈志涵 在现场还红了眼眶 还在室内 流下了眼泪 我们看到蓝莹的这三咖 包括麻银酒 包括侯友谊 包括朱立伦 笑容满面 看起来柯文哲的笑容 真的比较勉强一点点 就被问到了 因为包括柯粉 就一直对柯文哲 有点不满意 说你为什么要让步 那柯文哲被追问之后的反应 是什么呢 没有回答 他说我今天心情不好 我今天心情不好 那怎么会这样子呢 可是蓝白河至少到现在 看起来已经达成共识了 有很多人觉得 至少跨境了好大的一步 好 那民进党就说了 这是在马英九的主导之下 听命北京的意志 张志豪 民进党发言人 他说全民调是中国要的 而且配合程度高 且确实令人感到震惊 这是中国急了 中国要戒选了 中共戒选了 南部的民进党的立委参选人李博弈说 对岸把希望放在柯P身上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绿营已经在打抹红牌了 已经在打阿贡同路人这一张牌了 怎么看蓝白河呢 对岸的郭台湾也有回应 他说和平发展交流合作是台湾主流民意 民进党打抗中牌到底有没有用呢 我们看到赖清德今天在Nonews的一项论坛上面说 说到了 他说不同意让渡台湾主权 所以他在回答同学的提问的时候是这样讲的 同学问到了包括和平协议 服贸货贸贸等协议问题 赖清德说在中国设定一国两制 九二共识的条件之下 等同让渡台湾主权 也就是说有这两个前提 他都不会答应 也不会协商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我们推论下来 如果让赖清德当选的话 两爱的关系会更差吗 会不会是这样呢 我们再来看看包括 萧续成也被说成是中共同路人 民进党又是张热豪 因为他是发言人 他就说 这个萧续成在马英九出来要当公正人之前 抛出全民调之前 曾经跑去大陆 他去北京听纸 所以要求蓝白用全民调整合 原来马办变成买办了 萧续成听了当然是这个很生气 他说那是11月3号的事情 我率领东吴还有文化大学的学生 校长去那里 包括学者 去跟他们做学术论坛 进行演讲 怎么这样子乱给人家抹红呢 而包括我们看到 游志斌 他是新党的一个立委的参选人 最近不是狂丢了猛料吗 狂打民进党很多的绯闻吗 包括您看到的 他在10月3号先是揭露 郑文灿 这个是去年 他前年 去年他揭露郑文灿 学术论文造假 的确后来真的被认证了 这个郑文灿的论文有问题 在11月10号今年 前几天他爆料 民进党的陆战大将林振宏 穿着党服到深色场所 跟女生搂抱 还有垃圾 11月14号他爆料张志豪 就是刚刚一直出来讲话的 那个张志豪 还有多名党工上酒店 还有限制级的照片 上台发言 下台发情 不断的在揭发民进党的 很多丑陋面 结果民进党就针对游志斌说 你为什么会做这么多的指控 那是因为你是中共代言人 他抓出一张这张照片 过去曾经接受对岸的访问 所以他就说抓到了 游志斌过去几年 是个争取两岸发展红利 在中国积极创造创业的台青 还曾经上大陆媒体 大谈自己的创业感想 不断提到祖国 中国 所以游志斌是中共同路人 是这样吗 来 兵哥 当然啦 我必须说 我到今天中午之前 我都认为蓝白不会合 surprise 我是真的这样认为 所以我跟州长打赌我输了 但是现在要等18号确认 赌什么鸡排吗 没有啦 赌饮料而已 但是就是我本来只跟州长赌 反正18号如果确定 蓝白确定合 那我会请他们制作单位 全部都喝饮料 早知道我要跟你赌 我也赌会合 没问题 老实讲 请这个饮料请得我很开心 因为我本来认为已经没希望 所以能够合当然是一件好事 因为我的重点一直不在于 是国民党赢还是民众党赢 那跟我根本没关系 我要的只是把民进党拉下而已 这才是台湾现阶段 最重要的任务 所以其他的个人的政治前途 怎么样跟我老婆讲 我一点都不在乎 所以那个就让他们自己去吵 但是现在大家也看到一个 很明显的就是 当蓝白真的要开始合了 全部都紧张了 整个绿营就开始了 在那边抹黑 造谣 分化 各种全部都来 这很正常 我们也早就知道 民进党一定会输这招 因为赖清德之前讲说什么 他从来没再担心蓝白和什么 都是骗你的 他最担心的就是这个 然后本来他们我相信昨天很多 绿营的人也跟我一样 认为不会合 可是今天看起来真的要合了 所以他们真的开始紧张了 你看一大堆网路上各种谣言到处散布 然后还在那边下指导棋说 那个民调打来要支持谁 什么什么都开始讲 所以这个就是摆明的 他们真的怕蓝白和 那你的对手怕什么 那你要做什么事情 就是他越怕什么你越要做 不就是这样吗 所以当然我知道不管是蓝或白 很多人还在忧心说 之前这样子反反复复复了这么多次 会不会再有变化 那我当然衷心希望 18号就成为定局 不要再有任何变化 不管谁赠谁负 对我来讲都一样 那重点是民进党现在开始出来攻击 那当然对民进党来讲 他能够打的年底选战只有两个可以打 你看他今天连沈柏洋都已经拿去当 不分区第二名 不分区第二名其实就是第一名 我讲实在话 那这代表什么 代表民进党已经明白告诉你 今年剩下这两个多月的选举 他准备跟你打认知作战 因为沈柏洋就专搞认知作战 所以人家都已经这么明白告诉你 所以现在听到一切的消息 不要随便相信 因为那很可能 都是民进党的认知作战 那他们讲话逻辑基本上都不太通了 比如说这个 全民调是中国药 配合程度高级确实 令人感到震惊且不可自信 中共急了所以不用急 全民调是中国大陆要的 请问一下张志豪你怎么知道 你跟他很熟 你是中共同路人 不然你怎么晓得的 你告诉我 原来我不知道你跟老公那么熟 还是你庆生会的时候旁边那个妹 也是中共的 不然的话你怎么这么清楚 我就觉得很奇怪 然后这个李柏益说 对岸将希望放在柯P身上 如果是猴出现了 请问你怎么办 我请问一下李柏益你要不要出来解释一下 那赖清德说在中国设定一国两制九二共识条件下 让渡等同让渡台湾主权 请问一下 马英九八年都是承认九二共识了 我已经讲过无数次了 请问一下台湾丢射了哪一个主权 赖清德你讲得出来吗 然后你一直在讲一国两制 请问一下到现在为止 不管是柯文哲也好 侯友宜也好 甚至郭台铭也好 请问一下哪一个人讲过 他接受一国两制 根本没有都是你在鬼扯而已 不就是这样吗 睁眼说瞎话就是赖清德最高明的 赖清德今天睁眼说瞎话 已经到一种非常至高无上的境界 因为今天有记者去问他说 蔡英文七百多天不见记者 那你觉得这个情况好吗 不受监督 结果赖清德说 这也是一种被监督的模式 请问一下这到底什么意思 有人听得懂吗 所以赖清德现在已经睁眼 说瞎话到一个 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然后同样的 张志豪居然知道 这是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 你真的跟中共非常熟 不然你怎么晓得 这是天衣无缝的计划 而且如果是天衣无缝的话 怎么会被你看出来 那除非你是计划你定人 我看你才是真的天衣无缝的 栽赃计划 然后你们说 他带个团去中国大陆 所以就接受中国大陆指示 请问一下现在什么时代 还一定要面对面子来讲话 他发个微信给他不行 他一定要去中国大陆 才能跟他讲话吗 你在讲什么笑话 那游志冰现在狂打猛追 然后他们也说 这是中国大陆受益的 那我就觉得很好笑 张志豪你那个照片一看 就是你朋友拍的 他在拍你你不会不知道吧 你们民进党好几个 包括林振宏在内 包括那两个什么组织推广部 社会运动部 包括赵天宁在内 请问一下照片好像都是旁边的人拍 还是你们旁边全部都是匪谍 你在告诉我这件事吗 你们民进党所有人都被匪谍围绕 那民进党是不是真的就是 根本就是中国共产党台湾分部 不然的话到底怎么回事 那游志冰要不要主张统一 请问一下 台湾的宪法规定 人家不能主张统一吗 他主张统一干你屁事 而且他的重点是说 他在中国大陆上了大陆的媒体 谈自己创业的感想 所以这个就是中共同路人的证据 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台商一堆全部中共同路人 那我们以后应该要规定 台湾人不能上中国大陆的媒体 应该有这样的规定才行 来 胜丰大哥 中共同路人发言 民进党标准我是中共同路人 我上过大陆的媒体 我也去发言 我也发言主张 中华民族要统一 说吧 我为什么这样一开口就会告诉你 不要搞这个 民进党的双地除了抹红跟抹黑女 为什么 就是自己抹不干净 就这样而已 你觉得压过什么 没薄了 再过来 今天把今天的南白河的 这样的一个局面 说是中共的天意无翁的计划 真的是助长了北京的威风 昧了民进党反中抗中的收持 因为你们抗中反中是假的 中共今天多厉害 厉害到不只是影响马英九 因为消息只影响马英九而已 这个结果那显然要有人配合 何友宜也配合 朱立伦也配合 柯文哲也配合 那你说前台湾已经被北京全部掌控了 你知道 不是盛透 掌控 完全掌控 脑子都被掌控 完全掌控 因为这个要何多难的事情 而且你看这个说 什么前民调讲到那边 那民调是把过去拿来整合而已 不是真的要做 那我这次告诉你 这个过程 今天只是一个过程 在今天之前 有人很认真地在穿梭了 而有这样的结果 你觉得这是今天讨论出来的吗 应该不是 不可能 2.5个小时而已 当然不可能 今天只是把大家过去谈完了 不然再来 要再瞧一下 就是这样而已 也就是说 有人很认真地在这里瞧 但是那个瞧 我看应该没有办法 从北京遥控指挥吧 要是有的话 那国安单位加油 你已经完全被掌控了都还不知道 我完全按照民进党的逻辑来讲 民进党的话的那一种荒谬 民进党今天吃了抹红抹黑 就是抹不干净自己 就是这样 因为这个讲法只是证明 台湾完全被掌控 那你还抗什么忠 反什么忠 全部是鬼扯淡 再过来 还讲一句说我反对 我反对这个反对九号公司 我反对胡帽 我反对那边这样 你吃了我反对你还会什么 你最赞成的叫台独你不敢讲 你赞成了你不敢讲 你只能反对 这是什么咖 这连底咖都排不上 不是我笑你 人家说肉肉咖 那个肉肉还可以吃 你那个是烂烂咖 他真正心中赞成了不敢讲 沈柏洋牌 牌前面代表什么意思 第二名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黑熊部队 黑熊学院的 那太厉害了 那准备台湾打相仗的黑熊 那你为什么要排这种人 你告诉我你代表什么事情 你赞成了你不敢讲 只能偷偷摸摸的 用个什么沈的 什么羊的家 在那边的仰给我们看 然后你真正要做的事 你不敢说 然后你只会反对这反对那个 你只会抹红这个抹黑这个 所以民进党该下台 是气速已尽 刚刚好而已 再过来要讲游志斌这个 那个才精彩 游志斌讲的对不对 游志斌至少证明 他所曝露出来的都是怎么样子 都是对的 现在还像张志豪还在那边垂直挣扎 那他对不对才是重要的 他曾经在大陆收过什么 做过什么 然后他那样谋生 有什么不对 今天多少台湾青年在大陆谋生 民进党请你想一想 你让你的子弟 你让你的年轻人 不能在这块土地才谋生 而必须要到 中国大陆去谋生的时候 你丢人羞耻已经来不及了 你还会一直说去那里陌生的人 各位想想是不是这样子 照道理讲 假如我家大越大 我的环境很好 我们在这里吃都吃不完了 假的你吃得有 还何必要飘洋过海 那么离家到中国大陆去求生存 那是不得已的 为什么不得已 因为希望更大 所以作为一个执政者 本来就要先这样就要跟人家抱歉 我的环境 把你们搞得这个样子 让你们必须要离家背景 然后去外面奋斗生存 不是 还把这些人从老抹轰了一阵子 真是你们想一想 作为一个政治人 该有的担当都没有 作为一个政客的谎话 那算是第一流 我们台湾的乡亲 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 还是老年人到对岸去创业或工作 不应该贴上标签 那是他们的选择 不应该说你是红的 你是同路人 这个真的很糟 来 台湾的税收有很大的一部分 是在大陆艰苦辛苦 认真工作的这些台商 他们所贡献的 不然的话民进党政府 没有办法运作到今天 我们的马路 或是我们的很多高速公路 没办法再继续维修 或是建设 那这些都需要用人民的纳税钱 而人民的纳税钱里面 有很大很大的一部分 是在大陆辛苦经营企业的台商 他们所贡献出来的 因为这些台商 他大部分把他的总部放在台湾 他的订单在台湾接 然后在大陆那边来出货 研发部门在台湾 在大陆那边来出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钱都是进台湾来的 还有两岸之间的贸易 也让台湾的外汇创收 每一年都高达千亿美元 而这些里面有很大一部分 是要贡献给政府 作为一个是关税 一个是营业所得税 还有营业税 这个部分里面 勾成我们政府的最大的税基 我们都知道台湾现在低薪 有一半以上的人是不用纳税的 他不用纳税 可是他却享受各种优渥的条件 包括全民健保包括什么 其实您所用的这些社会福利 有很大的一部分 都是来自于台商的贡献 好好的珍惜爱护我们的台商 不要去侮辱羞辱这些台商 不要去侮辱羞辱台湾的演艺人员 在大陆成功发光发热的这些人员 我们要问的问题是 由志斌所公布的这一些资料 确不确实 我们只要问他是伪造的 抹黑的 造假的 还是真实的 那很明显的都是真实的 那我们要问如果没有大陆的学者 写那些文章的话 你郑文灿 你如何能够通过你的论文 因为你的论文有很大一部分 就是拿大陆的学者的智慧 财产权拿来用 然后你的论文才能通过 你才能拿到学位 我们要问的第二个问题就在于 这一些这么多的民进党的 这些政治人物 当你掌握权力以后 为什么都跟女色有关 为什么都跟年轻的女性有关 为什么都跟陶色有关 你为什么掌权了以后 就要去沾财沾色 这个部分里面 很明显的我们也觉得不对 那游志斌的公布有何措之有 更何况刚刚韩兵讲得很明白 这些都在现场拍的 而且那些场合 常常是民进党的场合 一定是有很多人看不惯 你们这些当权的 这些年轻的民进党的从政人士 这样的一个沾色 这样的一个 对女性的不尊重 他们看不下去了 他们解露出来 请问何措之用 好